歡迎大家收看今期HM周報 今天星期是強抽的Takaratomi MPG 這個Trainboard 雷電的主體 然後有一個反地心吸力STAND 還有黑蠍 未頂的朋友就可以訂了 然後 終於衝破二萬的中籌啦 官方推出這個MP 合體 可謂一眾玩家等到亡穿抽水 不要說是你 甚至是我 我活到現在快要四十歲 他終於肯出了 首款推出的居然是這個雷電 要兼顧三變 大家有玩過不同的變形金剛 都知道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這次官方居然直接來挑戰這個合體 一來就玩合體 我還想他會推出閃電 又或者毒氣彈那些 因為那些不需要板拳都可以做到 這款子彈列車 它可以坐到Spike 入面 其次它的賣點就是有三變和超高的可動 你買的時候它就會包含這條路軌 在路軌那裡大家會看到有些連接口 也就是說其他路軌即之後出的成員都會包括路軌 可以搏在一起 而大家剛剛看到這張圖其實原本是黑蠻蠻的 還未是一張高清圖 其次他就發佈了這個名為反重力的一個支架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支架 上下兩個一模一樣的帽子倒轉 然後好像有些圍牙一樣連著了 就會發覺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呢 其實這些都是出於一些密學的原理 這個版本就可以連接一隻 就是repaint了自馬格斯本體的阿柏文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買這個純紅色或者純紫色的博派狂派 都可以 不一定要連接這個模型 很多人就說 你為什麼repaint了做阿柏文 真的浪費了 你出個個玩具也好什麼都好 其實我在我的角度來看 你可以說官方是蠢的 但是蝕的是它的 你就讓它蝕吧 對不對 市場是會證明一切的 正所謂家家有求 喜歡的就會買 不喜歡的就只買個Stand 這個Stand 我自己都有興趣去入手一個 看看它可以承托到多少的重量 尾版的黑蝕 就公佈了不久不夠兩三天 大家趨之若無 就已經火速地截訂了 我自己都訂不到 那麼 Takala Tommi 剛巧呢 最近就告訴你了 喂 我們會出這個 Generation Slack版 日版的黑蝕 你不是不訂吧 訂不下的朋友仔 記得把握這次機會 看看哪一個商戶 有開到訂的 就好去啦 除此之外 Generation Slack版的日版 也有別式的隔威龍 有控龍 Red Megatron 還有Arcfire 之前錯過了 或者還在考慮的朋友 這次就是翻追的機會 之後就到Diacon 外星人Waluda 這個新的動力服 增添了很多的加減配件 以及新的頭型 以及武器 亦都可以在變形 和換裝之上 作出很多不同的轉變 新星期HM周報 由於折稿之前 折稿之後 才推出這個 EPSOV4 GOLDEN DISC 是逆龍 所以 來到這裏 就後補 整個 特別版 GOLDEN DISC 一二三四 齊了 第四個版本 就是逆龍 Hashashiyuki 原來他就是負責 當年MP史達 和今次眾籌史達的設計師 他原來 由小到大 都深受史達的設計影響 所以 他亦都自戰 去塔卡拉 跟他說 不如給他MP史達 我搞吧 於是塔卡拉 安排給他搞 但我比較抱憾和遺憾 而且他都道歉 就是 計劃開發到一半 就暫停了 所以 我們只有MP史達 而沒有MP獅王 他亦都在訪問那裏提及到 這一次的眾籌 令到他可以再次為史達和斯王 重新出發 去設計 他感到非常之開心 和興奮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這個作品裡面的那種誠意 截至H&M周報 上載之前的一刻 已經 眾籌突破了兩萬 恭喜各位有訂購和眾籌的朋友 三重獎 分別是萬一 萬七 還是萬三 還有二萬的獎品 就一定可以全數送給大家 大家就要安心靜坐 等待他明年 2022年 年底的推出 來收個聖誕禮物 Super 7 推出聖誕老人版的 可以準備聖誕快樂 今個禮拜 review 我就有這個 Battle Across Time Collection 的降鎖和幻影版本 這兩個版本 大家等了很久 降鎖就是repaint 大家不妨去看看review 感受一下裡面 這兩個角色有什麼特別之處 其次也分享了DVL 三個級的基礎小知識 完全和他們的身高 尺寸毫無關係 真正的意義又在哪裏呢 有興趣的朋友就去看這條影片 今個禮拜 H&M周報來到這裏 多謝你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